我為什麼覺得很像在時光隧道裡面 從他們當地原住民啊 然後到西班牙什麼組織 然後再到 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人或美國人 然後再到我們 那我相信啊 在這麼幾千年幾萬年下來 我們所有人在這邊海上 一定都有同樣一份感動 因為這邊真的太美了 真的超美的 完全不想離開這邊 因為這邊好棒 這邊還真的好舒服 沒錯 在科隆只要一出海 就像置身在一幅畫 只要往船頭一站 好像每個人都是海賊王 而且我們的目的地 還真的是要去尋找 科隆獨有的寶藏 因為這種海鮮的珍貴之處 就是它的觀賞價值 南洋金珍珠我們來了 我們看到1.5個小時的船程 終於來了 剛剛有點贏船 算是珍珠養子的基地吧 對 重點是它完全是世外桃源 剛剛 旁邊有非常多那種像是真的是 度假飯店是在海邊的房間 它還感覺很多是私人景點 很讚 而且我們已經完全脫離城市了 是是是是 而且這邊的海更藍 對 我們已經是處女島裡面的 更處女之地 吉利你好 他就是這裡 我們可以嗎 我們可以 我們沒有執照可以做這個事嗎 對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 是簡單嗎 是簡單嗎 簡單 你會教我們嗎 對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南洋金珍珠是珍珠中的上品 不但產量極低 產地更只有菲律賓 緬甸和印尼 而菲律賓又是其中之最 哈囉 我們在當地看到很多那種 那種像浮標一樣有沒有 一桶 就標記說這個區域呢 有他們下的籠子 或者是他們養殖的那個 珍珠 或珍珠 好好吃 他們在洗珍珠耶 像洗車一樣高壓手槍耶 看到沒有 一個一個 我看到了 它那個珍珠的背 就是扁扁的 它不像那個生蠔一樣那麼大顆 嗯 請我試試嗎 OK OK 快看 是這個結束嗎 OK 另外一個 OK 我第一次看到珍珠的貝殼 原來很大耶 所以它跟這張領快差不多大了 它不是長型的 它是長長型的 有點像扇貝啊 它這個感覺 全放在海裡運送了有一段時間耶 對啊 因為 長滿 滿滿的生物啊 無憂生物啊 海草啊 原來現在有點像是那個 整軌騎航那個 那個軌道船下面的那個感覺 對 高壓水槍像洗車的 然後現在又要保養 好像車子半年要進場一次 是這種感覺 所以說我們等一下做臉事 也是一樣意思 對 我們要進場保養 然後先把整個底妝 整個都卸乾淨 對 然後再來生成清潔 對 把那個粉刺都擠掉啊 擠掉然後再換回去 對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好 聽經理說 金珍珠只生長在金蝶被中 由於培養的時間長達數年 加上母被對環境的要求非常高 也因此天然條件極佳的科隆 才能成為南洋金珍珠 主要的培育產地 哪個 我們要開始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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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ines 你先選 長輩優先 沒有 最近是長輩嘛對不對 長輩 好 5公斤耶 喔 哇 3 2 看起來很大吧 哇 這比剛才還要大耶 這個就是可以收成的 你看 這就是15個月的 剛剛說跟手掌差不多 現在這個已經這樣 已經是手掌完全張開 你看 這麼大 也很大 也很大 也蠻大的 這顆就很大 這個也很大 這個海草真的好癢喔 對 不要抓 這是很大 這顆 這顆 這顆應該是我 等一下 不一定 我們這一天的經驗是 東西大了 不一定好 各位 這真的不要摸皮膚 不一樣 我真的很癢 你們這邊 被打到 有點被水摸打到的感覺 對 所以要穿這種衣服啊 所以 一個人 要打開 哪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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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也太可愛了 皮革來不及反應 差點損失慘重啊 只是大家一定也很好奇 現場開挖金珍珠到底有多刺激 等等就讓大家好好感受 先放鬆心情 品嘗精力準備的道地點心 同樣也是驚喜滿滿驚喜 這算娘惹糕嗎 還是就是米糕 好香 它是甜米糕 但是它的甜味有椰奶 那個黃黃的是什麼 我吃椰奶 煎過吧 滷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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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的 然後 甜甜是碎豬肉 然後炒過 然後有點醬油的味道 所以鹹甜鹹甜的 就是甜味比較重 比較像台南的肉燥 大家都會吃完飯吃甜甜 但因為我本人 是喜歡鹹甜配的 所以我會中間穿插一下 飯吃到一半會穿插個甜點 摸摸喳喳 奶味很重 很好吃 其實 很像以前士林 夜市賣的玉米糞 有點 對不對 郭哥 郭哥年代他吃過 現在年輕人不知道 士林夜市賣玉米糞 超香的玉米 平常加的那種煉乳沒奶 你吃吃看 我反而覺得 沒有台灣的那麼甜 因為他加玉米之後 口感很好 因為它有那個咀嚼感 因為玉米會在粉末爆 會這樣 不是只有那種 咬蒟蒻或咬果凍那種感覺 我會有另外一個比較紮實 對 這是玉米 蔥玉米是甜味啊 就有層次 咬下去脆的脆的脆的 它玉米的那個胚芽出來 在咬胚芽 爆開 是有層次的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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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開我的心 哇 哇 我們終於有解答了 陳大哥 就當地的人跟我們講說 這個不是肉燥 吃起來很像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點回想 有點像 現在那種植物肉 蛋白質是什麼 植物肉 素肉對不對 也不是 它是椰子肉 炸乾之後 炸乾汁之後 烘乾然後再去炸去炒 所以口感很像肉 是椰肉 椰肉弄成像豬肉也是很厲害 這次來到菲律賓 真的讓我們徹底對當地食物改觀啊 也因為深度旅行 才有機會接觸不同的人事物 了解菲律賓最真實的一面 命運一人選六個 欸 還跟爸爸有點 我看爸爸在笑 為什麼你一直在笑 他們一直在笑 不行 下好零首 下好零首 不行 不能這樣子 不是 六 好的那這邊剩下就是我 我相信 我的 Oyster 他們會給我最好的珍珠 欸 我找一個縫縫欸 切到它的備注 把它的備注切斷 欸沒有欸它切很深欸 喔 幫你 13 它取得 用壓著用壓著 用壓著 no 你很專業 你很專業 OK 好 那我們開始吧 一個一個來喔 所以它沒有這種等級 其實算蠻高的 一半一半來 但Bin 你有發現嗎 嗯 它這個內壁 是黃金色的 所以它才會是金針珍珠 然後帶有點痴彩 你知道原來是怎麼開嗎 我這個開了 有點緊張 裡面有任何塑膜嗎 沒有 不是 不是 它在裡面嗎 年輕人太衝動了 不是 我這一個就是好怕喔 你太急了打開 那個珍珠跑掉了 畢哥來了 你看 它看得很沒 我們Bin 也沒有那麼好開 因為這顆真的有點緊 欸 天啊 這個其實 沒有那麼好拿 它那個珍珠其實沒有那麼好取得 它那個珍珠其實沒有那麼好取得 對 它已經開了 我們等於已經回去開了三顆 但是目前還沒有半顆中間 原以為養殖場收成的金蝶被 應該每開必中 只是大或小的差異吧 沒想到Andy連兩季共骨 也難怪南洋金珍珠 是所有珍珠種類中的極品 這樣 中獎了 確定嗎 真的中獎了 看到了 真的 中獎了 中獎了 好漂亮喔 它真的是金色的耶 好漂亮喔 翔哥 一分你先 你來一下 你來一下 又忍了又忍了 可惡 為什麼 天啊 你有兩顆耶 對 各位同學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不要那個裝模作樣 我剛剛一打開 就看到它在發光 對不起 我打開 很安靜 我打開 我打開 很安靜 我打開 我的天啊 天啊 它太大了 它比你三個大了 它比你三個大了 皇上 這就是夜明珠啊 好 這個我來看 很驚人喔 超大 超大 各位 這個超大 什麼叫做 中文 你是黑嗎 超漂亮 金黃色的光澤耀眼奪目 瞬間就能吸引眾人的目光 不過也因為是大自然的產物 每顆的價值各有不同 更需要專業人士才能判斷 所以我好想他們怎麼填斷這個整組 好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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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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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50 210 1 2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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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3 哦 這個 所以你的有多少錢 500塊美金 500塊美金 我的750 獲勝 沒想到小小三顆金珍珠 就要價上萬塊 這還只是原產地的價格喔 就知道其價值多不菲了吧 而且聽經理說不只如此 就連被肉也是當地很有名的一道料理 輸贏是一時的 是 但兄弟請還是要往下走下去 真的 哥 嗯 你覺得我們什麼時候還可以來這個地方 真的很想再來 而且你不覺得坐在這裡好像 看著這些島嶼和海水 清澈的海水 你會覺得很多事情很多煩惱都算了 輸贏是什麼都不重要 對 真的 剛剛我們這裡才有品種嘛 因為它是金唇貝 然後可以產這個南洋金珍珠 它的那個扇貝特別大嘛 嗯 然後雖然裡面那個 貝殼肉 對 我們現在就拿它的貝肉 當然干貝會再厚一點啦 這已經有點接近干貝的程度了 嗯 嗯 好脆喔 很脆 喔 沒有軟喔 喔 他們稍微應該是油去爆 去 煎一下 然後配一點洋蔥 下酒菜 這要配一點酒 你看拿著一顆啤酒 嗯 然後我們下碗碗子 一整天過後 對 很溫水 完全沒有想像 它可以產出那麼漂亮的 但是它又可以吃 你不覺得柯隆 一生很一生高嗎 真的每一個 我已經覺得柯隆很漂亮了 我們那一天在那個野錘的那個 就坐船到野錘 讓我們還在那邊拍照那個 滑那個透明獨木舟那個地方 跳島那邊 已經很漂亮了 嗯 今天這個極致 你牙齒要掉了嗎 你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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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石頭 那我也好像有一個珍珠 你剛剛 沒有我們剛剛 把剩下那個貝餵它 那個精唇貝的那個肉餵它 你看 第二顆珍珠 真的耶 真的耶 好厲害 很漂亮 你差點把我牙齒咬斷 好漂亮喔 我可以坐著玩啊 這個 這個我聽他們講好像是 就談天談生成的 就小的啊 對啊 這個是天然的 對 它這隻結晶的 哇 好可愛喔 你是我們今天的Lucky Boy 你咬到珍珠耶 對 我想請問那個 我以為是沙子你知道嗎 欸 天啊 欸 這裡好自然喔 這個等於中大獎的概念